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先生是我们防协的主席 还有我们公屋字典的坤哥 又是我们长策的前成员 今天我们看到两位一起谈谈 关于防协的一些社会服务 有个问题想问 问两位的 我们防协被称为防屋实验室 这个词也挺有趣 当然街坊也知道 街坊也不清楚 我也想两位讲一讲你们这个词的看法 防协的实验室的看法是怎样的看法 我先讲一讲 大家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防协协会和防委员会 是两个比较上 提供资助防协在香港来说 是最大的机构 但是分别是防协协会不是政府部门 也不是政府架构里面的 我们是一个非牟利 自负盈规的一个法定机构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做的工作的时候 就那个范围 都要自己 都看得非常小心点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有个过往来说 也有个好处 因为我们的规模比火委员会 是小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跟政府合作的关系都很长远 也有些政策或计划 未正式推出的时候 都想找防协 做一个先行先事的作用来做 如果你看过往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计划 好像说我们市区改善计划 我们差不多在70年代的时候推出 这个就已经是 换句话说 是现在的事件局的前身 就是说是怎样去做一些旧区重建 另外就非常近些 有我们那些所谓甲心居屋 甲屋的发展 另外说到近期的 就是我们那些长者安居乐 就是说怎样提供 有些全面性的除了住之外 还有一些医疗护理的设施或服务 可以给到这些合资格的长者去住 这些都是我们防协推出这类的计划 还有做了一个所谓实验室的角色 Marco 我理解 其实政府防委会来说 实际上有大分仗 它转身就很慢又很难的 所以很多我的理解 就是很多猪头骨 政府想做 就自己很难去做 所以通常就委托防协 说买东西你做一下 所以过往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最近也有一些很爆炸性的题目 比如研究在一些交易公园的边随位置 不是交易公园全部 边随位置大概40公里的土地 就看看可不可以研究发展公屋 是不是Marco 这件事 我想是一个整体社会面对的问题 也要这么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房屋的政策都是重中之重 是一个民生的问题 民生问题之中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大家都觉得那些楼价一直上升 也超乎了普通家庭的负担能力 现在其实和坤哥也知道 和四五十年前有一个分别就是 以前建公屋不只是土地的问题 资金来源也是一个问题 但今时今日 其实我觉得资金来源 反而不是政府面对的困难 现在面对的困难就是土地供应 无论是在公营房屋 还是私营房屋 都是没有这个土地 所以现在来说 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多些土地 来去建这些公营房屋呢 所以这里我想我们房协 也是接受政府的邀请 是不是房协 自己磨包去研究 还是政府有资助的 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自己 就是房协会出的 所以政府就真的很聪明 就是找你做事 身材很稳笨 实际说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自负盈规 非谋利机构 非谋利机构 非谋利机构之中 差不多由我们成立到今时今日 都是和政府有一个很紧陷的合作 还有最重要的大前提来说 都是为香港有需要的居民 解决住屋问题 而这方面 如果我们看看能否找到这个方法 能够增加土地供应 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值得做的 对啊 文先生 这当然要欠了 这个房协是很难得的 而且还要付钱 那你找土地这个呢 就是啊 文主任刚才说的 土地只是一个 就是土地缺少 短缺 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我们房协这次 就是房协这次 能够出钱出力去做这个研究 希望它做些成功 就是那四十公顷的地方 都有成两万多个单位 能够入伙那晚 是 希望那些反对声音 考虑一下我们房协 真的出钱出来去做 因为现在都是希望 就是说我们先找一些专家 那些顾问公司呢 就是做了一些客观的研究 就是有了这些这样的数据 或者说在这两个地点呢 就是说这个大浪 和这个水泉澳 这两个地点 就是说在那里 看看是否研究一下 它的生态价值 是否高了或低呢 和市民的享用价值 高又低呢 和它用来发展房屋的潜力 又高又低呢 做了一个客观的报告之后 然后令到社会可以有一个基础 来大家再讨论呢 这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说 胡先生就说 就算是防协 防协 就是常常说防协 防协 研究了大轮 结果之后 还要过市民资讯 那一关 还要过城规 那一关 还要过立法会那一关 是否这样 这些就是由政府做了 这些就是 我想我们主要是聘请职公司做了研究 当然在研究过程 我们都要求公司 或者和有关的团体 有些保持联络 或者听听意见 然后才成立这个报告 有一个问题想我们谈一下 前一轮我们都知道 在公屋出现了一些伦理的问题 就是一个老庸的外妻 最后做了一些极端手段 反正这个问题就是居家安努的问题 我知道你们防协 在这方面都有些工作和服务 是的 我想我们就分开几个不同的阶层 可以这么说 最基层的就是我们现时的公屋 那公屋呢 防协有20条村 你刚才说得很对 就是人口老化 整个社会都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觉得公屋村老化 也有个情况出现 就是独居 或者两老住一个单位 那些情况都越来越多 和越来越普遍 所以我们也发觉 长者在住的方面 就不只是居住的这么简单的问题 它是需要配套的服务和设施 就是医疗 互利 或者一些看落 或者说如果有些长者 如果有些情绪的问题 就是健康问题 那方面就不只是一个屋邨管理 这么简单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 在2012年开始 就在我们的出宗屋邨 推行一个叫做乐德奇索 即居家安劳的计划 如何呢 就是请除了有我们的屋邨管理员之外 就是还有些住村的社工 他们是帮我们村里的长者 保持一个很紧密的情况 亦都要知道如果他有需要的时候 就做一些转介 或者在外面 拿到那些有关的机构的资源 就在屋邨那里帮他们 另外就是说如果有些需要 即室内要做那些改 需要增加扶手 或者是令到居家安全那部分 做得好些 那我们也有些职业治疗师 去给意见 做一些评估 坤哥说比较防业和防委会 以前防委会也有类似服务 最近没有说 很久很久 但以前防委员本来也有这样的服务 就是所谓社区支援服务 最主要是有一群人 就是支援一些老村的老人家 就是有空去探访他们 打电话给他们 问寒问暖 其实防委会由于说 核心业务做了自己的事 这些应该是社区做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防协能够在今时今日 这么功利的社会里面 都不计成本 做多了一些社会服务 我想这个要责 多谢 其实我觉得 如欧沙提到的 我们的资助服务 除了硬件上 给居民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外 还有关怀 社区的关怀和爱心支援 特别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支援 是很重要的服务 我们先到这里 稍后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继续说 这个说下去 挺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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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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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